这个地方当然 清除 清除 向右 向下 这样就完成 但是有的时候呢 当然没有说一次就做完成了 有可能怎么样呢 你做完之后 你想要去修改那个聚集 那有同学就是直接到哪里呢 聚集里面去 Visual Basic 编辑记去找 可是找半天有的时候 找来找去呢 找不到自己的聚集在哪里 对不对 教过一个方法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想要找到这个按钮上面的聚集 这个按钮上面的聚集的话呢 按右键 有一个指定聚集 你请你先点指定聚集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马上按编辑 你按编辑的话呢 它就指的是这个的聚集 编辑的话 你按编辑 点下去 它就自动会跳到哪里呢 游标就自动跳到这边一闪一闪 有没有 就是它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来编辑会比较快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清楚的聚集在哪里 其实你也不用到处找 因为我刚刚看有同学 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聚集在哪里 你按右键指定聚集再按编辑就好了 100%一定会跳到这里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像我这边有好几个Marcher 有123 它有时候会多好几个出来 那你有时候找来找去找不到的话呢 可以喔 把这个地方用右键指定 右键指定聚集再按编辑就好了 好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另外喔 有同学还有问题说 这个地方 专案总管不见了 只剩下这样子 有没有 那刚刚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喔 不管说喔 你以后开启不就编辑器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头 那个头就是叫做专案总管 否则你后面没办法开任何东西 那那个东西 专案总管放哪里呢 记得喔 以后到VCWC 里面如果是黑白的话呢 找到检视里面 找这个就对了 所以以后呢 不管怎么样喔 先把专案总管叫出来 这样的话 后续才有办法编辑 否则的话 你VCWC 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开启任何其他的 专案的档案 在这里 检视专案总管 那这个module就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你这个module 把它点两下 就可以开起来 好 这里的话 我想试试 各位试试看喔 就是按右键 先指定聚集 再去做编辑就可以 按右键 指定聚集 编辑 就一定会是你这个按钮的聚集 这么正式尖则的银行 肯定聚集了他们的套路 ning礼物